在你心目中什么才是第一呢 事业第一 家庭第一 财富第一 还是感觉第一呢 欢迎来到第一会客室 我是陈坚 在这里你的故事就是我的第一 他是叫他实地的创业者 为理想积极打拼 就是有一种情怀叫仗剑走天涯 他热衷金融领域 以独到分析获得大众关注 在金融领域 如果你跟随大流跟着大众的话 从哲学的角度你往往是错误的 他就是互联网金融创业者黄生 黄先生你好 我知道您是北大毕业 学的是法律 但是出来之后 就是在中国银行做金融工作 之后又出来创业 然后现在还是一个微博达人 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其实你怎么定位自己的角色呢 其实我自己定位 我自己是一个企业家 主要是我这个做企业的同事 我自己比较爱好专业这个金融 因为考上当年是报告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 在我们当地因为是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法学院的录取分数高 然后就说你的当时学习成绩好 说校长就推荐你一个报 然后考北大法学院吧 其实到了大学之后 你的思维逐渐逐渐 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然后开始想我自己 可能更喜欢的是金融货币方面的 在那个时候怎么会知道 会喜欢金融货币呢 因为可能那个年代的话 还不是那么流行 因为其实当时最早的一个 就是当时中国的股票市场 开始兴起来了 当时在图书馆里面 我翻那书 其他的书都还好理解 当时我看到有一个 叫写的一本书叫A股 B股 H股 我觉得这个是啥东西 在图书馆翻 然后就马上就了解到 同时我家人当时在深圳 通电话的过程当时他就会说 申教所的股票又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有一种初步的印象 然后又开始大学 97年 98年的时候 又开始发生了金融大风暴 亚洲金融大风暴 当时是铺天盖地的这种 报道在这里 然后更处此我去研究 专业这个金融这一块 然后后来又发现到 这个特别深奥的 其实是货币银行学 后来我对货币银行学当中 我就想了一些问题 这个货币怎么产生的 它到底怎么衍生的 我在货币银行的教材里面 我就找不到那些答案 实际上它写得很笼统 但后来我就明白了 这必须要去实践当中 你才能明白整个金融体系 现代金融体系怎么运转的 大学毕业之后 黄生选择进入中国银行 在实战中继续探索学习 但是传统金融机构 日复一日的工作 很快让他感到不满足 当时正值21世纪初 中国进入新经济时代 黄生观察到连锁经营的力量 跨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开始从事健康产业 那么其实你看你很快 就找准了金融经济是你所爱 而且是在一个国家级的 商业银行工作得好好的 那为什么又把自己的 挺好的一个银行工作 放弃开始创业呢 因为从古代的知识分子 都有千古文人侠科梦 就是有一种情怀 叫藏剑走天涯 读大学的时候 是2000年左右毕业 当时是新经济新起的时候 是吧 那我们当时的就是受到 这种思潮的影响 都想去创业 都想有一个自己情怀的企业 把自己的价值观和贸易 去建立在这个企业当中 我第一次创业 可以说是失败的 当时想过就是想做一个健康产业 健康产业的时候 就想把这个健康产业的上游和下游 全都帮它打通 但是在实践当中 我就发现跟我们在理论上的想法 是有很大的矛盾甚至出路的 因为我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这个我们的人口的红利 正在迅速地消失 就是说人口的有个拐点 叫刘易斯拐点 经济学当中 很明显地到了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再去做劳动密集型的 还有这种管理密集型的这种企业 可能就比较潜入暗淡 当你迈出第一步去创业的时候 有没有犹豫 家人是怎么看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去走出去的呢 当时是非常的犹豫 当时也是非常的矛盾 因为我知道 如果一旦走上了这种创业的路 是很难回头的 因为一旦你这个 带领了很多员工开始做的时候 你再从重新回到那些岗位 成了整个一个体系当中的一员 你都思想 你已经很难兼容了 所以有一点你要舍弃过去已经在 这个大家的基础 能脉和资源 就是说至少是要短时间的 要跟他们告别 尤其是创业的时候 第一次创业是完全是新的领域 是 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 是吧 但是那时候年轻就是冲动 家里人也不理解过 也不理解过 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是相对来说 有点点的认定了目标 如果没有失败的时候 我可能会走下去 可能有点点 有点点不撞南墙 不回头的一种感觉 我认为自己觉得是对的 我会去坚持 对 除非是我认为这个确实错了 我就会回头 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 不怕失败 勇于反思 才有望达到成功的彼岸 正因如此 黄生在第一次的创业 看不到前景时 转身回到了熟悉的金融领域 一边继续工作 一边积极总结经验教训 在实际工作中 他看到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契机 重新出发 对于这个经济学的尝试 你是非常的专业的了解 有很敏锐的这个嗅觉 知道人口红利没有了 这条路走不通 当你第一次并不那么成功的时候 后来是怎么样走上第二次 这样的一个创业之路 因为第一个算是 当时对我打击挺大的 因为我当时是有很好的规划 有很好的这种理论上的这种规划 该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 然后同时 我也说服了大家的知识 包括亲戚 包括朋友 说服了他们的理解 他们也被我说服了 似乎把张成功就在眼前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我反而主动放弃 我首先要获得他们的谅情 因为他们对我抱怨了 特别大的希望 包括北大的校友团 亲自到我的原来 第一个公司去参观 是吧 这个抱怨很大的 但所以我就 当时有点脆弱 后来我就又去认认真真地 这个思考了一番 又迅速去 又走向了金融 去做投资并购的路 后来就去收购 这个白警公司各个方面 后来我就想一想 我为什么会在那一次的道路上 选择不是那么正确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没有尽力 没有下水 永远感受不了这个水的温度 第二个 你没有做 这个跟员工的管理 下边的 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 这个管理 你永远不知道管理的难度 还有第三就是 我们有解决好一个 这个团队的问题 只靠一个人去方方面面去做 你不可能承担起 所有的这个任务 所以我就说 第一 我要找一个 经营门槛非常高的行业 那经营门槛特别高的行业 是哪一个呢 我想金融行业 想比较而言 比较经营门槛特别高 是吧 这个也是我最擅长的领域 第二个 找一个我有资源的 我能够将我过去 接累资源进行 集中爆发的领域 是吧 那这个金融 也是相比较而言 我比较合适的 我金融了过去 这么多年的人脉和口碑 是吧 第三个就是我想 有一个就是说 我能够把我过去 积累的品牌 转化为生产利益的一个领域 类似的现在叫粉丝经济 对 因为这样有利于我 就是迅速地缩短 这个时间和过程 能取得一定的爆发 我在传统金融机构 工作这么多年之后 我就深刻地感受到了 因为传统金融机构 它是牌照制 它是高度垄断 而我们中国的能够 是特别多的 这些金融机构 它只能给5%的大企业 和用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95%的小微企业 中小企业 甚至个人是获得不了 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的 但现代的 因为技术的改变 技术的进步 互联网的兴起 它就使得 可能我们通过互联网的技术 能够服务到 这95%的广大的小微企业 小微个人 我想这个时候 应该是我该不该去 出来创业的时候了 带领团队实现理想 黄生最看重什么品质 我希望我是一个勤奋的人 我通过勤奋 持自己很多努力 去改变一些东西 身为一名创业者 怎样的追求 去使黄生不断打拼 下一家百年的脑殿 这其实是我们的梦想 第一会客室 陈坚对话黄生 稍后回来 欢迎来到第一会客室 我是陈坚 在这里 你的故事就是我的第一 黄生坚持在网络上 发表评论文章 发表自己对经济 和金融问题的观点 一传十 十传百 越来越多的读者 被他读到的见解所吸引 今天他已经成为 拥有百万受众关注的 自媒体达人 好好的学法律的 做金融的不做 来跟我们媒体做起竞争了 把自己的新媒体平台 运作得非常的棒 在全国的排行 是数一数二的 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 我过去其实我不懂媒体 因为只不过是我过去 养成的习惯 就是喜欢把这些思考 把它写下来 包括过去以前就喜欢一些 比如说论坛也会发表 我也发表一下 引起了很多的一些 读者的反响 因为当时我在天涯论坛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就写过拿什么拯救你的人民币 当时我没想到 引进了特别大的轰动 那个文章应该是你的成名作的是吗 对成名作 那是我的成名作 一出来几百万阅读量当时 到处都在转载 到处都在头条 然后到处都十几家出版社 要找到我想来要出书 你主要阐述的就是说 人民币为什么被高估的原因是吗 对一个是被高估 第二个就是我们货币的投放量 增长实在是太快了 它会使得让我们实际上的 这种规模 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被低估了 我从通过这种逻辑和理性的角度 一步步把它推理出来 得出我们当时的通货膨胀率 可能在19% 20% 只不过是我们过去的 传统的统计方法不大对 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货币的本质教大家 就是货币的本质 法定的货币还是政府的信用 如果货币你印钞 钞发太多的话 那对于这个政府的信用 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是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明白 告诉大家 当时研究货币的人 特别少在中国 那时候什么货币 咱们也没出来 当然它也不是研究货币的著作 大家对货币两个字 还是特别陌生 从那一位书之后 逐渐逐渐 大家对货币越来越感兴趣 A股在经历过2015年下半年股灾之后 犹如惊弓之鸟 恐慌情绪一直盘旋在市场上空 16年新年到来 熔断机制正式落户A股 这把曾经拯救过 美国股市的保护伞 居然在A股市场 再次引发恐慌性暴跌 仅仅在市场存活了 四天的熔断机制宣布夭折 这也是史上寿命最短的 一场机制变革 熔断机制它本身是没有错的 它出发点也没有错 因为它是为了保护这个市场 是 美国也实现了熔断机制 当然中国为什么会随着不服 中国有特殊的情况 因为美国它是有 这个几半年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 它的投资能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为主 机构投资者来说 相对来说理性客观一点 是吧 它可能80%以上都是机构投资者 咱们中国90%以上都是散户投资者 散户投资者 它没有特别多的理性的分析 它跟风 羊群的这个效应 非常的非常的可怕 只要别人抛 它就跟着抛 所以我们中国的 这个市场的波动率特别高 我们看从历史上 到现在跌幅超过5% 都特别多 是吧 但在美国股市能跌2% 或者涨2% 都是很少见的 相比较而言 那我们中国 如果这个时候实现熔断机制 那你就会经常地熔断 这样一来的话 它就会导致一些恐慌性的心理加剧 第二个是中国咱们又是实行 T加1的制度 T加1的制度 它会导致这种流动性的风险 基金是吧 熔断之后 它就不能交易 不能卖出股票 但是基民 就是基金的投资者 它可以赎回 那一旦赎回的话 这个时候又卖不出不了股票 那它第二天 它又会不停地卖出股票 去应对这个赎回 那这样一来 会使这个市场短期内的 下跌非常的大 这样一来的话 就有更容易形成恐慌 你看留意到你的这些文章也好 观点也好 这个角度是蛮独特的 有的时候也是蛮犀利的 绝大多数时间 我觉得你是一个 少重的一个观点 怎么样能够孤独地 做一个少重者 在金融领域 如果你跟随大流 跟着大众的话 从哲学的角度 你往往是错误的 因为金融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你看到的表象 表象跟它的本质 跟它的实际 实际上差距 特别大的区别 它体现它最表面的 往往是最 甚至是南辕北辙 甚至是最相反的 尤其在这个金融领域当中 我们有一种金融行为学 行为学是体现它最表面上的 它是崇重的 羊群的心理 羊群的心理往往是错误的 而且甚至可以说 是99%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 金融的从业者 尤其是这么多年的研究 和实践的工作 我们必须要一针见血 把这个最表面上 把它剥去 抽丝剥茧地 看到最本质的东西 然后用最简单 最精烈的语言 让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 把它表达出来 虽然刚开始是小众 但是一旦这些人 打动了他们 会激起他们 特别强烈的共联 因为我们知道 金融交易的本质 往是一个复合的游戏 一旦停留在这个金融市场当中 你没有机制的脱身 你最终一定是一个输着 为什么 因为你的分红 你弥补不了佣金和印花税的 这个摩擦的成本 同时我们大量的 可能不是特别优质的企业 它上市之后 它的成本价可能只有一块钱 却是几十块钱的卖出 中间这个差价它转走了 转走的这个差价 是谁付出了 一定要有人买单 散户 对 所以这个一揭露出来 它就非常的残酷 只会是大家都不愿意相信 它不愿意相信 自己却接最后的一报 包括美国也是这样 全球的都是这样 尤其在这个实际上 你实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你这个 如果你这个金融市场 还特别烦 它一定会预示到 接下来一场大危机 因为你总要 有人为这个烦农时期的 这个盈利者买单 对 那这个时候危机就随时可能会爆发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这种 我要本着一种敬畏的心态 是吧 因为我是自己也是企业家 我不依附于任何一个集团 也不依附于任何的 我要独立 那我独立的写的这个东西 就会相对客观 那我就要把这种声音 自己的这种理性的分析 的敬畏的这种东西 对金融保持足够的敬畏 把它表达出来 虽然已经在新媒体平台 累积了上百万的粉丝 黄生并不急于运用 粉丝经济学兑现 他希望进一步建立 自己在金融领域的公信力 带动公司事业的发展 互联网家的时代 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粉丝 产生它的价值 因为我们的粉丝数量 点击量 你的受欢迎程度 是可以兑现的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微信的公众平台 经营成一个商业运作 也可以来融资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真正的 你想去商业化的时候 是很简单的 为什么呢 一旦你的品牌形成了 一旦你的粉丝的忠诚度 粘性全都上来了 而且当时你又能够 推荐一些很好的 商业化的产品的时候 价值就在哪 价值就在哪 它就在那里 关键是你要跟这个粉丝 跟这些用户 你能够有共同的价值观 我写的文章 它们能够认可 它们能够产生共鸣 最终它对你的产品 那产品推出它的产品 有信任度 有信任度 第二个 它就感觉这个产品 不是冷冰冰的产品 而是有思想在里面 有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在里面 是吧 有一种情怀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哪怕我觉得用很少的商业化手段 而是用真正的 让它提供有价值的东西 我觉得这可能是商业化的 更大的一个途径和好处 还是把这个群体做大 同时把这个提供更有价值的内容 在这一块 然后顺便来可能是 商业化是水到渠成的一条路 其实你最终的这样一个梦想是什么 这个雏形是什么 我就实际上我自己还是希望 我这个有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就是说 有我们的这个社会价值在里面 不但解决了这种 这个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同时我希望通过这个企业 能够提供一种普惠的金融服务 这种普惠的金融服务 不仅仅是投资的渠道 保持真实的渠道 我还更希望能够 一种普惠的金融思想 我们中国最不缺的是金融产品 实际上别人说自然光 我是不大赞同的 我觉得最缺的是一种金融思想 大对金融的一种认知的水平和水准 我觉得这是需要我做的 不管前面多么困难 但是我不停地写 不停地写 而且绝对不去迎合大众 我认为是我的观点 坚持写出来 那我觉得慢慢地慢慢地 看的人越来越多 慢慢地思考的人越来越多 他逐渐会越来越理性 越来越认可 中国的这个金融思想 尤其还有这个风险这个思想 特别是薄弱 他们只追逐的是利益 尤其是短期的利益 而为了短期的利益 他们可能反而上升了自己的长期利益 可持续性发展就不错了 对 包括我们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发展 也是这样的 为了短期的这种经济 为了短期的GDP的话 可能牺牲了我们的中长期的发展 甚至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 而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 有更存在的这个意义了 黄生的文章观点犀利 而在生活中 待人接物 对待下属 他都秉持一个成字 以成相待 以德服人 是黄生的处世之道 你的文章是非常的犀利 但是你做人在做事的态度上 又是那么的细腻 其实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个东西我特别认识 就是曾国藩的一段话 是吧 我曾国藩就是说 天下无难是唯一一个情字 是吧 只要我们都勤奋 我们就能去改变的东西 所以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 是吧 比我聪明的人大吧 但是我希望我是一个勤奋的人 我通过勤奋 持自己很的努力去改变一些东西 我不停地思考 不停地写作 不停地把我的思想去实践 我就希望我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人 第二个就是 就是说我不希望我自己 是一个傲慢的人 为什么在我们的《易经》 我们中国的《易经》当中 有64卦 我最看重的不是钱卦 也不是坤卦 我更注重的是牵卦 牵卦就是一种谦虚的心态 要把自己一种空碑的心理 把自己放空 永远谦虚谨慎 永远保持近卫 对 我就希望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样去做 然后最好使我的人生 能够获得一定的圆满 是 那我觉得看到你的谦卑和努力 和你的独立思考 其实作为我们媒体人来说 独立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角度 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 那么其实我看到你现在自己的事业 也做得不错 互联网金融的这样一个事业 团队也在不断地增加当中 怎么带团队 你觉得把一些年轻人 尤其是现在是80后都比较任性的一代人 怎么样能够奔着一个目标去努力 首先因为我是一个创始人 我的股份也最多 我承担的责任也就最大 这帮兄弟姐妹 他过来的话 他肯定有一定的远景 是吧 我必须要让大家 我们统一一定的思想 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优秀的企业 先把它做大 做强 上市 然后再留下一家百年的脑店 是吧 这其实是我们的梦想 而且我也不停地在跟他们 一直在进行他们思想沟通也好 在这方面 让他们认可到我们这个思想 思想上高度统一 第二个就是 我一定要以身作则 我每天是 我每天1点钟凌晨才睡觉 每天7点钟就起来进行工作 我一直保持了创意 还几乎保持了这个频率 那这样拿得我非常勤奋 我只要是我能做的 我就迅速地去做 我能倒的压力 先我倒下来 推动这个公司的 我首先我自己接 哪怕在股在内 我都会去做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 做能无外乎一个层子 我用我的最沉的思想 我就沟通 我要去跟你坦诚不公地来 我就坦诚跟我的员工 我觉得我特别认同那个观点 在创意进行公司 当你带的人数 是在300年以下的时候 你要做的每件事 你不是说去命令员工去做事 而是什么 祈祷员工做事 所以我特别就努力 营造一种让大家快乐 让大家主动去为公司承担 同时在这种思想高度的 统一的情况下 我们一起来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 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还是会有碰到困难的 因为为什么呢 刚刚就说到一点 有想法的人 有理想的人 往往是有个性的人 你怎么把他们 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 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他们每一个愿望 都可以实现 可能在你们一个大方向的前提底下 思想的统一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不如果否定了 人家的一个创意的话 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受挫 现在年轻人还是比较 有点玻璃心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怎么样又能够奔着大方向 怎么样又能够尊重个性 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团队 真正融合在一起 最关键点在哪里 最关键点 我其实我说 一个就是我是以身作者 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 还是一个层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是万万一 万一就说 我发现你跟这个企业的价值观 完全不一样 那我也是毫不犹豫 那只能就是 分手 分手 真的 因为当时我们创业的时候 也有股东 也有合伙人刚开始不止 就是合伙人它是 我们必须全职去做这一块 是 全职做一块 但是刚开始合伙人说是全职 但后来他还是要坚持 做了其他的事情 对 但我说对不起 坚持的话 创业的话我必须你也跳到河里面 水可能淹到你这个口 淹喉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这个水里面 随着到明天会怎么样 你坚持就得给自己保持退路 这不大负为一个创业型的这种 需要勇敢的精神 所以我就说只好把你勤出去 谈心也谈了几天几夜 对 还是保持一个层子 我觉得为了公司的发展 不是为了个人 公司的发展必须要所有的 都跳到水里面一起来 如果你能够做到你就那个 创业是一定很辛苦的 我把所有的心怀都弹开来 跟你谈 最终还说服 就是很非常的 很好的 友善的和平的 把这个问题解决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个柔中带刚 原则要坚持的情况底下 又注意就是跟同事之间的 这种沟通和融洽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黄先生聊 知道了你的这个创业故事 放着金饭碗不要 这个头破血流 也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不是在短时间当中 把利益兑现 希望能够有一个产业 我觉得这个 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 如果走这条路的话 真的是我们的中国的经济发展 可能会少很多的陷阱和弯路了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约访黄生是因为 他是财经金融新媒体达人 始终在排行榜名列前茅 而在交谈的过程中 我发现他更是一名 谦逊勤奋的创业者 因为年轻时代的青涩的梦想 让他放弃了银行的金饭碗 走上了创业这条不归路 在遭遇失败之后 依然坚韧不乏 重新出发 终于在互联网金融这个平台上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